这是猪虹 这个是牛仔骨 这个是鸡脚 这个是红米肠 里面是虾仁 然后这个水是从下面上来的水 我还说从哪来的呢 从这个底下 这个底下有进水口 好好 我觉得应该买个这种的挺好 然后博尔茶 开饭了 一个人的旅行 就要吃自己最想吃的美食 广州之行一定要安排上早茶和海鲜喽 现在开启 我吃你看着喽 猪虹特别好吃 还有我的肉粽也好吃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点缀的 一个人的人均费还蛮高的 因为我只吃一个人的分量 这个是跳跳鱼看到了吗 这不跳 好多跳跳鱼 对 吃烧鹅 我可以开饭 看看我这一餐不错吧 一个人一周来三天 连服务员都另一点 形态 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桌子 让我轻轻地发挥 我也无语 这个叫齿之鸡 这个是荔枝烧鹅 这个是蒸的两种不一样的鱼 一个是荔鱼 一个是叫什么黄鱼 然后呢这个是马虾超级好吃啊 我开饭啦 广东 我承认我点的太多了 但是没有办法呀 谁叫我这么久没有吃到这么正中的味道喽 反正吃不完可以打包带回家 再吃下一顿了 出门在外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胃哦 一个人吃饭 这个都是我自己的 好贵 用蓝角蒸的鱼已经吃光了 其他呢我准备打包 晚上做宵夜吃 这边的环境还是不错吧 周末蛮多人吃的 海鸥岛 广州 攀鱼 对呀 妹妹是在室内吃的呀 看三个盘子都对着我 我突然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吃饭了呢 不过今天这个蒸鱼我不喜欢 我还喜欢吃奶菜蒸的好香哦 吃到了最后才发现我要的是丝瓜汤 丝瓜白贝 他不过整个冬瓜 最后的时候才发现 吃饱了 肉都没肉 用这个手吃的 哥哥啊吃白贝肉啊 要我就不吃了 喂了哥哥我给吃了